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Lawrence 瑞博資訊的負責人 做軟體諮詢顧問業務 今天要跟大家來談的議題就是 如何撰寫LOG 撰寫LOG應該是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大家如果在開發軟體的話 這是我的agenda 第一件事就是說你為什麼需要寫 然後再來是說LOG這個東西 它有沒有什麼明確定義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再來第三件事說怎麼把它寫好 然後最後一些是說有沒有一些pattern 就是design在設計上的那種案例 那接下來首先要探討說 當初怎麼會想到要來談這個議題 其實就是某一天某一天我在寫程式的時候 當我要被別人co-review 也就是我老闆 然後co-review完以後 他就說整個東西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是那個LOG的部分感覺上 你就是把自傳取代為LOG 然後這件事讓我覺得倍感羞辱 因為我確實這麼做 完全沒有用心設計 然後我對這件事有一個很深層的反思 就是說為什麼我會做這麼丟臉的事 以致讓別人對我這樣講出這件話 因為他說我沒有錯 我確實是這樣做 我就是腦筋都沒有動就把那個 就是LOG就拿來當printf用 就只是出錯而已 所以那一場恥辱就埋在我內心深處 於是今天就有這個talk 然後我在想說 可能大家也會有相同的想法 說寫LOG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再想什麼事 其實我們做一件事 第一件事一定要去想說 為什麼而做 因為這個為什麼 這個目的性 應該是最重要的嗎 其實LOG有時候不是為你自己而做 你是developer沒錯 你會需要除錯 所以你要去回答問題說 你寫LOG 你問的是什麼問題說有沒有BUG 然後發現BUG以後 你能不能把它localize它 能不能把它縮到一個小範圍去 這才能協助你除錯 可是如果說你的角色 並不是開發者 而是system of the mean 你是要讓這個軟體在線上正常運作的人 你看這個LOG的時候你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你要回答問題是什麼 是回答說這個系統它正常的運作嗎 例如說這個LOG噴了一大堆info好像沒問題 他如果噴了一堆fetal 是不是要打電話call那個developer來debug 然後如果你是security team security team就是管安全性的人 你看這個LOG的時候你要想的問題是什麼 你能不能看這個LOG 知道有那些駭客有人在入侵你家的系統 如果你是一般的user 就是說你距離你也不是什麼developer 也不是system的命 你也不是管security的 你是一般的user 有沒有可能你看這個LOG的pattern 你得到什麼重要insight 然後最後一項這個user 這個東西有點tricky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應用LOG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就是說我曾經有一回在開發軟體 我使用程式語言是closure 然後我曾經用過一個資料庫叫datamic 然後在開發的過程 那個東西都做好了 然後上了線以後 因為那個測試資料 那個單位是10 然後上線以後 那個測試資料單位成了1000倍 所以呢 那個memory就被我用光了 然後跑非常慢 然後所以我做什麼事 我就把那個jvm調一個參數 然後讓他可以噴出那個garbagecollection的LOG 然後就是放到這個gc.io 然後他就會幫我揮出這種圖 然後我就那個那時候我看到的圖 不是長這個這麼好看的圖 就是一個激烈曲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簡單說就是memory被用光了 再來gc一下 再用光了再來gc一下 所以我就看到一個pattern 就是我用memory用太多了 然後所以你今天有好好的寫LOG 就是說或者是別人有幫你好好寫LOG 其實是可以幫你解決掉很多重要的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目的性 那講完了目的性 我們要來講他的操作型定義 什麼是LOG 他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定義 LOG到底是什麼 當然不要回答什麼小木棍 然後例如說像左下角是你的application 就是你的軟體 那左上角呢 你通常你軟體都會有一個使用者介面 他可能是一個網頁介面 也有可能是一個console介面 就是黑螢幕 但是看到大家可以看到 右下角的那個曲線 就是一個彎彎曲線就login 然後一個原色紅圈圈 其實所謂的LOG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成說 它是一個第二種的那個使用者介面 secondary interface 那它可能接到什麼 它可能接到檔案 它可能接到什麼ELK 它可能接到log analysis tool 其實它就是第二個介面 那這個介面是幹嘛用的 那我在研究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定義 我覺得這個定義對我很有啟發 他說這個 做login的這個過程 其實它就是讓你去記錄你的 你的系統 它的action跟state action是什麼就是副作用 就是說譬如說寫到資料庫 然後打API 這種產生副作用的 然後還有 程式內部的狀態 你把這兩個很重要的是記錄 然後記錄下來 然後送到第二的 第二個使用者介面 然後第二個介面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接下來兩項 一個是action state 然後還有就是說 LOG通常是會把 這些重要資訊放到 secondary interface 這個就是它的定義 我覺得這個定義很有啟發性 因為你去連結說它的目的性 就是說 你用LOG 不是你在 如果你是developer 可是 你 沒錯是你在寫 可是用LOG的人可能有好幾種 他可能是developer 也有可能是sister admin 也有可能是security team 所以你這個東西 你是為別人而做的 你要去為別人想 你才會做得好 如果你都只為你自己想 那你就真的 可能跟過去的我一樣 就是把printf取代為LOG 大家有做過這種事嗎 好 那怎麼樣把LOG寫好 好 這是今天的主題之一 第一個當然是LOG label 那其實這個沒有什麼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只是我覺得可以稍微細講一下 其實有一些library 如果大家是在jbm上 有一些library 它不見得會有六個label 它可能只有 fatal error warning information 跟debug 而已 它不一定會有trace 然後這邊有trace 是我有用過的library 是有trace 但是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你就是 想像成 trace就是比debug更細的 就好了 那這個順序是 這邊圖像的順序是說 那個LOG通常就是說 你在production上 其實就是inboard 以上才會出來 然後如果 進了production 像以上的時候 你loglabel 通常都會把debug跟trace關掉 你才不會說log 那滿滿都是 因爲debug跟trace 它通常會把 幾乎是運算過程中的state 都要印出來 你才能夠除錯 所以會太多 那 這個圖還有什麼概念 它就說水平線 它就表示說 這個是進production 就inboard以上就要出來 然後它還有告訴你什麼 就是說log 其實你要想像成說 這個loglabel 它分成三種類別 第一種類別呢 就是錯誤類別 可能是那個骷髏頭 然後可能是那個 那個蟲 就是 battle error warning 這個比較嚴重的 然後第二類別呢 是information的類別 第三類別是debug類別 那debug類別 為什麼叫debug類別 通常是說 你真的要除錯才會印出來 因爲這個真的太多了 那 爲什麼information跟error 要視為不同的類別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 首先我們來先想說 這個error 怎麼定 其實我在做這個主題研究的時候 我看很多的那個 範例 它就會跟你講說 例如說 什麼情況呢 你就可以用warning 然後什麼情況 就可以用error 什麼情況 就可以用battle 例如說 他說 你的系統有三種登入方式 然後其中一種登入方式 例如說 從fv登入 它失敗 好 你噴一個error 然後如果你的系統 有連接資料庫 資料庫打不通 你要噴battle 因爲這次系統整個當調 然後比較嚴重 那 我後來 想了很久 我就覺得說 嗯 那 會不會我們定一個 decision tree 比較單純 就是說 第一個問題問自己 好 我們要定error 例如說你現在已經看到一個 你覺得是error的東西 問自己說 我們可不可以忽略它 可以忽略它 就warning就好啦 因爲你就是可以忽略嘛 所以你之後再看到那個log 噴出warning的時候 啊 講白了 你也就 就考慮忽略就好 這樣就比較簡單一點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拖延它 然後如果可以拖延就噴error 不可以拖延就噴battle 那之後你要利用這個log的時候就變很單純 爲什麽呢 如果說你有設計一個service是 會去scan你的log 然後看到battle的時候 不好意思啊 那個就直接傳簡訊到你的手機 那可能系統就crash了 你趕快去處理 不然你老闆要罵你 那如果是error的話 啊寄email就好了嘛 不要說一點 莫名其妙的小事 然後手機要滿滿的簡訊 這樣不會生活壓力很大 好 那 所以就會有warning error fatal 這三個 類別 那我覺得是我自己的 在判斷的時候 我就是問自己這兩個問題 來讓自己把這個寫清楚 那其實 info這個 這個level的log 我反而覺得說它 更有技巧一點 因為前面是error type 就是說你已經知道說 這個東西如果出來 很可能就錯了 所以就其實就是三個 三種類別選一種 那 information 這個log label 其實它是要提供你 就是你已經知道有錯了 可是你只知道錯的那個資訊 那個錯的那個state 你常常會需要 周邊的輔助的資訊 來協助你出錯 那這個輔助的資訊 它是一種context information 那第一個 大家先看左下角 是個電腦 電腦是什麼 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 那電腦跟日曆 一個代表是你的機器 一個代表你的時間 那為什麼我都沒有畫箭頭 因為 通常你的log library 它都會直接幫你寫上去 就是說 你如果看那個log 你的log library 通常就已經自動幫你填好 你這台機器的IP 它就填上去 或者你機器的那個什麼domain name 然後它也會給你time step 所以時間跟你的手帶機器 這個資訊 通常log library都會幫你填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自己填上去 或者說你設定錯 可能就沒有出來 這都很重要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重要資訊呢 說 說你的software的版本 software的版本 這個資訊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很有可能 例如說你今天有個錯誤 然後你們家developer 在4.0版修正 可是呢 不幸的是 因為某些 溝通的問題 你現在測的就是3.99版 所以你怎麼測 怎麼測 就說developer 你沒有修正我的問題 然後可是 然後你就打電話去跟他講 然後結果他就說 不對啊 我已經修正了 那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 你的log沒有跟你講software版本 如果你的software 你的log就 一上來就會顯示software版本 你就不會去做 這種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人家要說你溝通技巧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有很多時候 我們在快速開發的時候 不見得software版本會一直升版 所以你要 Git Commit Hash 他說他在 Commit Hash AAA的時候修正 那你如果沒有測到AA之後版本 那當然 當然就是測不到 應該測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哪一個user 這個user 還會 還會細講 因為這個context比較複雜 然後再來就是你系統 什麼時候啟動 因為 有時候你系統重啟的時候 他所有state都刷新了 這部分就是來探討user的部分 就是那個information user的部分 user是一種 那種使用者情境 這個時間是從左邊到右邊 往未來前進 然後你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這個圖上有三個使用者 然後這可能是一個 跟銀行相關的 軟體 然後最上面的那個橘色的那個人 他就先 Login 然後過一陣子他就做了轉帳 然後第二個人呢 他就是Login 然後他就是提款 然後第三個人就Login 然後密碼Key Chow就失敗 然後再Login一次 然後這些 operation 都分別發生在不同的時間點 那 可想而知 如果這些操作 都對應到Login的話 大家是不是看到 最下面那條線就會有 橘色的圈圈 紫色的圈圈 藍色的圈圈 在紫色 在藍色 在深紫色 在橘色 那這時候就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你沒有記錄 你如果在Log 裡面 你沒有記錄所謂的使用者資訊 使用者資訊 他不一定是真的是ID password 你不要這樣直接放進去 太危險了 你要考慮security 你可能是使用者的ID 這樣子就夠了 你要能夠辨別出那個使用者就夠了 那如果你都沒有放的時候 那你如果沒有放你就分不出這個顏色 你看到就是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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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哪一個人Login 你看不出來啊 所以你必須要放使用者資訊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單純 因為Login有時候會fail 還有Login 一個使用者 他可能Login好幾次 所以 其實 你要去想的 不只是user的information 還有session的information 使用者Login失敗 他就再Login一次 你如果沒有記錄 session information 的話 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紫色跟深紫色 你看起來就會一樣 所以 所以這就是info的 妹妹嘎嘎的地方 就是說你 記錄了這些資訊 你才能夠 你這個 第二種的UI 他才能夠給你足夠的資訊 讓你去想像說 你看這個Login 你就大概知道說 有誰登錄 有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他登錄了一次 還兩次 到底是哪一個session壞掉 第一次登錄壞掉 還是第二次登錄壞掉 那你就 你是不是就可以開始 縮小 你找Bug的那個 範疇 然後 Login level講完以後 我們來進入這個 Login configuration file 那 雖然說我使用的 層次元是closure 但是closure可以用Java library 所以 我在開發的時候 我會遇到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 應該大家 也有可能都有遇到過 就是 那個 Login configuration file 那其實我在 寫程式有很長一段時間 這個東西 我都沒有認真的去研究 因為 其實Login config 他那個documentation 非常的長 然後非常多可以玩的東西 然後我會覺得說 其實應該是要有一個 80 208 就是說 少數的功能 他很常見 可是其實他只佔20%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 學會就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什麼重點 第一個重點 我這是精簡到極致 就是說 他就是scan 就是說wait true 這代表什麼 就是說 你的Log 他可能每5秒 他就會去掃描一次 這個config檔 所以如果你修改Log label 例如說 你本來是 正常運作 在production上 就是Log label 就是info 現在你發現他有錯了 把東西下檔重啟 改 改個Log label 再下檔重啟 不要嘛 你就直接改這個configuration file 那如果說 他本來就是會scan的 那過了5秒 他scan進去 他Log label就改了 那這是第一行 那第二個是說 他的pattern 你可以指定說 他要不要顯示thread 然後還有他timestamp的格式是什麼 是不是ISO8601 然後還有 他的一些Log label 要怎麼顯示 那第三個重點是說 其實 如果各位使用的程式員是Java 其實多半都會有所謂的模組的機制 你可以指定不同的模組 他的Log label不一樣 你並不需要整個系統用同樣的Log label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再看下一張圖 大家看這張圖就是說 時間走還是從左到右往未來前進 那軟體呢 就可以看上面那張圖 軟體這個圖是什麼意思 我自己在想像軟體的時候 常常想像成說 他系統的核心就是中間那個六夭型 他是做邏輯的部分 做狀態轉換的部分 然後他總是會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部分 副作用部分就是說 他可能是打API 讀資料庫 然後跟什麼Q溝通 然後就是圓形 零形 三角形 那 有時候呢 你就會通過一些Library 去串接什麼YouTube的API 然後Library很不幸剛好 裡面 就是有一些小問題 跟你想像總是不一樣 莫名其妙 那個影片就傳不上去 影片拉不下來 那這時候你怎麼做 你可以 可以用Log configuration去控制說 好 那我的這個 藍綠色就最左邊那個圓圈 我的Log Label 我就把它調到Trace 調到Debug 所以你看到Log會長怎樣 就是說 你就看到那個 六角形的部分 它對應的Log 就一個 然後 零形的部分 對應的Log 兩個 然後三角形的部分 對應的Log 因為它都是Information Info的Label 所以它都不多 可是呢 因為你把 圓形那個 你覺得很有可能出錯的部分 它調到Trace了 所以它的Log就密密麻麻了 那這樣你就相對容易看出它的錯誤 或者是說 你現在還不確定它會不會錯 但是你就引住了這個Library 那你就先把Log Label調高 那 在線上跑一陣子 過一陣子再來看 那你就可以看 到底有沒有噴出奇怪的東西 你就可以很快找到問題 那最後一部分 我們就來談那個 在設計Log這個層次 我們會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說 Web API 我們可以設計它的Log 然後第二個問題說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設計Log 沒事情 第一個 Web API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設計過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設計一個 Restful Web API 然後我們第一步呢 就是去戳它一下 打它一下 可能是一個Gate 可能是一個Pose 然後呢 如果這個Web API 它失敗了 的時候 它可能噴一個500 說Internal Error 那這時候你做什麼 你這時候會做的事情 是不是很自然就是 去檢查它的Log 然後看說壞在哪裡 好 那這個 這樣子的Scenario 其實很正常 應該大家都這樣做的 這個設計沒有不對 但是想像一個情境 就是說 如果 這個東西是你開發的 然後你自己再出錯 這很 很輕鬆 但是如果是你設計出來 這樣的東西 給別人用的時候 別人在用 看到東西壞掉 它第一個想到是找你的Log 可是 很有可能 那個檔案 的那個 程式的那個Document 又不知道跑哪裡去 它不知道你Log檔在哪裡 然後又要Grip你的程式碼 才知道Log檔在哪裡 那有點辛苦 有時候光是找到那個Log檔的時間 就花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很小很小的改進 這個就 我覺得這是偷懶的設計 就是說 你去戳這個 API 如果它噴500的時候 你就把 這段時間 這個API 開始到結束的Log 直接噴在 畫面上 那當然你要考慮 Security的issue 就是說 使用者的資訊 當然這時候不可以 隨便外泄 那 如果 這個使用這個API 人不是你 是別人 那它是不是就不用去找你的Log檔 它是不是直接說 我看到500的時候 那 對應的Log就直接出來 那是不是省事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偷懶的 那個Design 可是 我自己用的結果 就覺得說 這樣還 還省蠻多事情的 因為 開發的時候 很容易就做出 那個 有錯的東西 那再來一個問題說 我自己也問過我自己一個問題說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設計Log 那很多時候 就是 當自己覺得自己寫成字好像會有 好像會有Bug 要做一點除錯 就開始先寫一大堆Print 然後等到 快要被Code Reveal的時候 再來想說 我不能再讓我老闆跟我講說 你好像就是把Print取代為Log 這麼遲入的話 不想再聽到第二遍 所以就開始設計 其實後來 我覺得好像不是這樣 我 我自己後來在做軟體 客戶如果委任我做軟體 我有時候會跟他講說 你能不能用這個Event Modeling的方法 在你的User的這種 你嘴巴講的規格到 我開始寫程式之間 再做一層抽象的描述 那這個Event Modeling 大家可以上網Google 這個Event Modeling怎麼做 但它基本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 一條時間軸從左邊拉到右邊 然後呢 你要把 使用者的行為 跟外界的互動 Formulae成 就是轉化為所謂的 Command跟State 然後 就是畫出這樣的Graph 那這個Graph Event Modeling嚴格來講 它不一定一定要成設計師才能夠畫 但是 如果是非Programming出身的人 你就要跟他講說 什麼叫Command 什麼叫State 什麼叫命令 什麼叫做 狀態 然後我曾經有一回呢 我就先花一點時間跟我客戶講說 好這Event Modeling是什麼 然後 你跟我講規格是什麼 我已經聽到了 好 例如說一個會計系統 然後 要可以查詢一年前的利潤 但是你能不能幫我畫出這個圖 然後他幫我畫這個圖以後 很快喔 這個 這個滿滿的State 然後我就開始問他說 你這個State在資料庫的schema沒有 那這個State是什麼 然後 突然間我發現 這個State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跟他說你為什麼要加這個State 他說 如果這個State我看得到的話 我才知道這個程式有沒有錯啊 我就是一定要看到這個State 我才知道它有沒有錯啊 然後這個State又不應該存到資料庫 因為我們沒有設計那個schema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個State是不是輸出到Log比較好 然後他說 對對對我覺得輸出到Log很好 然後我那天被客戶教育以後 他就說 發現說 好像其實如果你在開發軟體前 你有做這個Event Model而已 說不定你的客戶就跟你講說 哪些地方要做Log 因為其實這個Log它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你到底要看到什麼資訊 你可以知道你做對 看到什麼資訊 你可以知道你做錯 看到什麼資訊 可以讓你知道你錯的時候 要能夠讓你收斂那個錯誤的所在 那有的時候那個 那個並不是你知道的最清楚 有的時候可能是那個案主 他比你還知道 因為你知道的資訊 比較是那個Implementation Label 你是寫程式的人 你是知道說 他內部那個資料庫 與API Library之間的互動 可是你的User呢 就是你的那個案主 那個方案要付給你錢的那個人 要使用這個軟體的人 他知道的是什麼 他知道的是什麼樣的資訊 在他的那個Domain 在那個User的Domain 最重要 所以他可以告訴你一些 設計Log的資訊 如果你要求他 請他做這個Event Modeling 他就直接告訴你 好 那所以這是我一個小小心得說 其實設計Log 有時候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得到別人告訴我 該怎麼設計 而這個資訊是很有用的 因為常常我們在開發軟體的時候 我們太多的心思關注在資料庫 跟API跟Library 而沒有去關注到 因為使用者邏輯 我們沒有直接去用那個軟體 我們是不懂的 好 最後這個結論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Log跟你的System Quality 很有關係 因為你有做好Log 你的Developer 是不是比較容易找得到Bug所在 你運作軟體的人 比較能夠知道說 這個軟體有沒有正常運作 然後安全性的人 比較能夠抓出說 有沒有被人家入侵 然後或者說你還要透過Log 看一些Pattern 然後第二件事 你當然是要設法把它寫好 然後LogLabel要對 然後放適度的Context 你才能說 看到Error 你要看旁邊的一些Information Log 能夠協助你定位那個錯誤的所在 然後還有那個LogConfiguration 有一些 你不用學會它所有的細節非常長 但是你應該要學會一點點 就是說 到底它Scan的秒數多久 然後最後 最後一點就是說 其實Log這個東西 雖然說 它不是最主要的功能 它是輔助性的功能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設計它 因為你設計好以後 它對你的 整體的整個開發的效率 我說 Overall而言 就是 你整體的產出的 這個效率 其實是可以提升的 好 最後就是我的Reference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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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有問題嗎 就我想要問一下 除了設計那個Log顯示的資訊以外 就是 你在寫Log的時候會去把它 就是不會像 就是你剛才說一般Print的方式轉成Log吧 就是直接插在程式碼裡面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把Log 就是整理到一些其他地方 把它集中在一起 我不是很確定 我是不是 100%抓到那個要點 那我 我如果講錯 你糾正我 就是說其實剛才那個Log configuration 的地方 好 不好意思 這個有點醜 這個地方appender 這邊是不是有個STD out 這個就是直接輸出到Console上 那 這個 很多 各家的Library不一樣 那 其實像這個地方 它就可以指定說 你的Log要輸出到哪裡 因為 Log Library已經出來很久 所以很多的Library 它都已經可以幫你 做好說 你要送到哪裡 但是 其實像現在因為很多 大家軟體很多都會上Cloud 所以 你今天送到那個STD out 那Cloud的那個什麼 CloudWatch Amazon CloudWatch 它可能就直接幫你採集了 所以 我有時候會覺得 比較簡單就是STD out 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公司有些 不同的Stake 就Log Analysis Tool 有時候你就是看 你家的那個Log Library 有沒有支援 然後 沒有支援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可以寫Plugin進去 就好看 對 我來說 是 好看 對